市場的氣氛普遍差,所以有什麼風吹吵動,可能會出現幾大調整 但有些跌幅就不太合理,例如上星期四晚,意外地沒有加息 所以導致匯控或是炸彈或其他跟英資相關的金融股都出現幾大跌幅 但有一點是需要注意的,無論匯控或是炸彈也好 其實它的貸款結構裏面,其實英鎊的佔比就不是那麼短短 所以即使是英鎊轉弱也好,或者是英國國債的走略也好 其實對於它的資產質素或對於未來的一個息差略來說 都不是有那麼短短的影響 其實匯控的渣賣也好,其實它的息差很大同樣都是受到美債的影響 美國聯儲局的加息路線圖其實都開始很明確 今月開始就已經是減少買債,減到明年中的時候 應該就會結束整個QE或整個賣債的過程 明年中之後就已經可以開始加息了 所以對於未來的那個加息的預期就沒有太大的改變 這次匯控的股值回到來 一個原因就是它的經營方面就逐步很正常 另外,其實大家都覺得這條金融庫有未來一個吃差博拐的憧憬 背景就是未來聯儲局會有一個加息計劃 所以在這個背景假日,上個星期的急碟就說 今日的股價比例都有點不合理 所以趁它這個時間,其實可以做一個中線來講一個買入的機會 我想大概45元至45.5元這些位置 其實可以逐步吸納的 第一步看回,就是升上去 跌之前的水平,大概48元至48.5元這些位置可以看一個短期目標 長線來說,我相信匯控是可以持有石油下去的 因為就隨著它的業務逐步回復正常 相信明年其實都很大機會回復既有那個派息政策 即是連儲前的規度都有機會回復派息的 這樣的情況下,其實匯控是有機會支持之前更高的水平 例如55元至60元這些位置